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就是公司的员工旅游啦 或是家人庆身啦 每一个家人的庆身都去澎湖 有四个家人 所以就有四次 再加上员工旅游 他一年要去五次澎湖 澎湖是他后花园 但是因为喔 我跟你讲喔 昨天我还也 我也在跟山羽说 我说像我去澎湖喔 真的是没有什么在玩的 因为除了这样找 就你如果跳岛跳过这次 你也就不想再跳了 也不会再去跳 所以到后面就是找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住着 然后就在那里三天两夜 然后享受一下这个阳光游泳池 然后蓝天大海 就是去放松 没错没错 对所以呃 所以你要问我说 你到澎湖都去哪里玩 我真的是讲不出什么东西 那要去吃什么 其实澎湖应该有很多吃的 然后现在可能也有一些新的 可是我们也就是一直停留在黑糖糕 该吃的也吃过了 黑糖糕 不然就是早餐一条街 哈哈哈哈 不要可能跳岛的时候会去喝一些鱼汤 嗯嗯 些人长冰沙 哈哈哈哈 对些人长冰一定有 没有别的了吗 当然不可能 琳琳来一定会带我们看一些不一样的 哈哈 琳琳 欸 花火节还没结束 嗯 快要结束了 到六月底嘛 对对对 所以喔 如果花火节你也没跟到 暑假想去喔 但是今年说真的 真的非常难 难定啦 非常 非常难定 像我们是 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是扣了 大概五六十间房间 对 饭店的房间 那是因为有跟旅行社认识喔 对 所以我自己八月底也是 呃 我们我们七八月都有好几团 要要去玩的 嗯 但是喔 呃 除了这个花枝丸啊 然后什么小卷米粉啊 小卷米粉 这些之外喔 到底还有什么 澎湖 呃 大家不知道可以做的事情 嗯 听说你这一次去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 哈哈哈哈 就是我其实想要说澎湖的时候也有一点担心 因为知道同一点是高手 我我没有 我只是很爱去 很爱去 真正的玩的很彻底的是大学的毕业 毕业旅行 哦 因为那时候年轻 大家骑着车 真的是会到处玩 可以搜查般的 像我这种年纪 就想要去穿着比基尼在泳池里面泡一泡而已 拍拍美照 对 所以我真的不懂玩 但是李宁非常懂 没有没有 然后但是就这一次就终于体验了一个我自己也 其实我也去过澎湖非常多次了 嗯 对 然后在这一次的时候就想说 嗯 刚好姻缘际会之下认识了一个澎湖返乡的女生 然后后来发现她做的酷事情之后 我就说不行 那我这次要去澎湖做一件这件事情之后 我才觉得说嗯 那好像澎湖又有吸引我的地方了 所以这次要带大家去澎湖找这个返乡女子去修石户 石户吗 对 修 修石户吗 对 欸等一下石户的话我们都有拍过那个七美的双新石恶 没错就是他 就是他吗 应该是说那个就是石户本人 但是其实澎湖的石户很多 非常非常多 只是因为七美的双新石户 因为长得太漂亮了 大家都以为只有这边有石户 不是到处都有石户 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 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对对对 这是双新吗 不是 其实应该是说先回来说石户 它整个澎湖 全部有六百多口 石户 石户是用一口一口帅 对他们的单位用一口 这个一个爱心就称之为一口 石户不是故意要做成爱心的形状吗 其实不是哦 它是刚好 然后是 而且全世界只有澎湖这个地方的石户 它是做成 恰巧做成爱心的形状 其实它那个是 因为要顺着鱼的 会让鱼顺着那个海水的水流 然后朝着那个户口游进去 所以这些都是经过精密计算 那当时并不是要故意做成爱心 哦 所以我们要请铃铃来告诉我们 石户到底 它当时为什么会出现 我觉得应该是要从这边开始讲起 对 以为呢甚至有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景观设计 因为太漂亮太工整了 好石户是什么时候 是你刚刚这样讲我们了解 它其实是为了渔业 对不对 没错没错 然后它其实很早哦 它在如果他们有经过去研究 然后在清朝的康熙五十年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过了 那他们去考究其实是从 比如说浙江沿海一带 因为当时澎湖的人 都是大概从浙江那一个沿海过来的 所以承袭了这个捕鱼的传统 那他们到澎湖之后发现 澎湖的这个玄武岩石 很适合 就是因为玄武岩非常非常重 所以它有足够力量可以撑在水里 不会被那个海浪打走 所以他们就把陆地上的玄武岩 搬到海上去建造石户 然后这个石户是从沿海地带演习过来的 那种相对比较友善的捕鱼方法 相对比较友善的捕鱼方法 可以理解 因为如果今天你是用网子 或是甚至像现在都说 不希望大家要把这个网 网眼弄大 没错没错 不要抓到太小的鱼 甚至像流刺网这样的东西 它都是比较不人道 或者是对海洋生态不友善的 可是石户它是 等于是建造起一个围离一样 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然后让鱼是自己顺着水流游进来 游进来对 虽然最后结果我们还是要把它吃掉 到底是友善去哪里了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比较没有那么残忍 没有一网打进的 对不是一网打进 因为它不会全部都进来 所以你说黄湖有六百多口石户 对 那会做成爱心的形状是因为 这里的特殊的地形吗 或是洋流的特殊的方向吗 它观察它的潮汐 还有水流的方向 所以他们当时要建造一口 那个石户 它可能要观察至少一个月 然后甚至还有观察一年的 它去看它潮汐 涨潮退潮 它那个水流的方向怎么流 然后会顺着那个方向的流法 才会建那个户口之余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户口 外面还会延伸出一条长长的户堤 也都是为了让那个水流 可以鱼会沿着那个石头 这样子慢慢慢慢然后游进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 爱心的那个弯口 其实是让鱼游进来之后 它会一直不断地自我循环 所以它就不会游出去 所以有那个凹口的原因是这样来的 然后就渐渐形成了 仿佛像爱心这样子 一个很特殊的景观 然后再加上这边的匠师们也有 我觉得跟玄武岩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 因为它是蛮硬挺 然后蛮笔直的的岩石 所以造出来的石户都 长得好漂亮 然后很工整 对 但它其实是为了要 顺应那个鱼的习性 让它可以回游在 就是进来石户里面之后 它是回游在户里 然后等潮汐退了之后 鱼就会留在石户里 就可以补到鱼了 真的好特别哦 对啊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孤陋寡闻 还是我没有尝试 或者是或者是或许也许真的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听过这个是捕鱼用的 可是从来不知道 对对对对 他是到底他的他的来历 或者是他的设计的理念跟设计的原理 对对对 哇 我觉得好开心哦 因为我今年在带小朋友去的时候我就可以讲这个给他们听 但是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 就现在要讲到就是你是去那里修石户 对啊对啊 代表石户可能现在其实是很多毁坏了 很多毁坏对不对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哦 那当初是谁建的他到底属于谁 嗯对这也是我一个 其实就是觉得哦 他盖在海上可是海这件事情 他的所有权是谁的呢 对对 这也是我很好奇的那我就因为因缘机会认识的这个女生父慈 他回去了之后他就去找寻这些资料 那是照片上这位左边这个女生 他看起来很不像澎湖人他怎么那么白 很白他保养有方 哈哈哈哈 所以他也都是包得紧紧的 他也太白了吧 对对对 我想我第一次直接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想说 咦你怎么这么白 他是澎湖人吗 他是澎湖人 然后你刚讲返乡 所以他应该是比如说到了台湾来念书 读书 对 然后再回家 对对对 他家是呃本身是做渔业吗 不是耶 嗯 对然后就是一个很义无反顾的女生就觉得说 嗯那我回去 突然就觉得说 那我们澎湖有这个特别的食物 怎么会没有人来好好守护他 所以他就想要回去他家里 就是东芒西嘛 然后就跟着那个中间这一个匠师 就是昆塞在修食物 就后来家里的奶奶就看不下去说你每天把自己晒的黑黑的你到底去哪里 然后他才腼腆的说呃其实我在学修食物 嗯然后阿嬷就很气说你去帮别人修那你干嘛不把家里的那个食物修一修 然后他才知道说我们家也有食物 对而且很久以前那食物很流行的 就是鱼业很盛行的时候 那个食物是可以当嫁妆的 蛤 对所以你知道那一口 那所以食物是属于自己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到底 因为他在海上啊 到底是就说我去修一个食物 这个食物我自己圈一个地 这个就是我的吗 对对对其实是 当时算是他们拥有的 所以每一个人或者是他可以以人 或者是两三个人为单位 也可以以一个社区或村为单位 哦 在拥有那个食物哦 都是当时都是需要缴税的哦 那只是后来渐渐的食物的功能 因为没有鱼了 因为环境气候变迁的关系 嗯没有鱼了 嗯然后或者是那个潮流真的有改变 一定有的 所以慢慢慢慢的鱼业逐渐补不到鱼 或者是毁坏也没有人去修 对对所以现在也几乎都没有人 用登记的方式 那当然如果循正规的方法是 政府还是有那个法规 你可以去登记 证明说你是合法拥有 但是叫约定成熟的概念是 这一口食物是谁拥有 其实大家都 大家都知道吗 对就约定成熟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小提醒是 那个食物里面的鱼 或者是所有的海洋生物的 拥有权算是 那一个拥有者的 并不是说是属于大家公共财 所以就是这口食物是我的啦 嗯那我我如果去那个食物里面 现在可能没什么鱼啊 嗯但是如果有鱼 它还是我的就对了 对对对 其实是这样说的 就在约定成熟来说是这样子 好所以 所以现在还有 他们还有在利用这个食物 来做鱼货吗 嗯真正还可以使用的 现在已经不到二十口 食物了 然后真的 其实真的补不到鱼了 嗯的状态之下 愿意还继续 因为它真的在大海里 天天被冲刷 嗯所以它是经常需要维修的 嗯所以就算是这二十口 是生具功能的 其实它也渐渐在毁坏中 哎所以这个降师 嗯嗯 就当年可能大家去 因为我刚刚其实在听你这样讲说 它是需要计算的 对 嗯然后你说这个 要观察很久的 修一口食物 对 所以这应该不是一般的人 就有这个 有这个能力 或有这个知识去做的 所以你刚刚讲到降师 对对对 那降师现在应该 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再 再建造食物了 对现在已经无法再建 但是他们想要的是 就是渐渐把再去盘点那些 可能鱼还游得进来的食物 嗯 然后慢慢的花时间去把它修起来 那那现在看我们刚刚看到那位降师 嗯 他是以前就就 对他就是家里从小以前 就是开始用食物在捕鱼 对 然后他也慢慢学得了说 嗯 因为其实大家都说你拥有食物 嗯 的人不算什么 真正会修食物的 才是是真本事的人 对 所以他哦 所以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 这位降师他就自己默默的开始 在做一些修食物的 修复食物的工作 对他本来就会去 因为他们家自己还是有食物 嗯 所以他就有持续在食物捕鱼的状态之下 嗯 这个捆塞他自己就有在修 嗯 那父子回去之后就 因缘机会找到了他 那他也很愿意教 因为任谁看了都觉得说 你这小女孩小小的皮肤白白的 嗯 你一定撑不住的啦 嗯 对啊 但他就很认真的跟捆塞学 然后真正的开始 他还甚至成立了公司 来为了要修食物这件事情 哇 我们现在看到 林带给我们很多照片 就是他们在进行 呃 修复食物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 对 他们 我看他们在搬那些石头 对 他们是去把这个 坏掉的食物搬走吗 哎 你看这个 对 就是应该是说 食物因为他就是在海上 所以他一年里面可以修的时间 就是只有五到九月 因为十月之后 澎湖的那个东北季风太强力了 嗯 所以只有在这段期间可以修 那他修的时候又分成 如果石头都已经飘散于大海中了的 他们就要从陆地上再把石头运过来 嗯 然后另外一种是 他是毁坏 嗯 所以就把旧地的石头重新堆起来 嗯 大致可以分成这两种方法 嗯 那像他们在现在照片这些的这个过程 他们是在干嘛 嗯 我们就是修食物的过程呢 就是会要 一定要在大退潮的时候 对 那所谓大退潮 其实一个月就两次的 对 初一十五的那个大退潮 只有这两个时间的前后三天 嗯 才能修 嗯 然后要修的时候呢 就要走一段很长的路 走那个户堤 哦 走走走走走走过去 要走到刚刚看到那个爱心 对 上面去 哦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走在户堤上面 对不对 这张照片是 要走进去 要去修的那个地方 嗯 那他们在水里捞什么东西 呃 右边是渔民 哦 就是如果在 整个大退潮的时候 所有的渔民就会 请潮而出来 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 有没有鱼 对对对 还有海鲜等等 哇 所以很多东西可以捡哦 很多 对 上回来看看可以捡什么 今天礼拜五的一同去郊游 我们要来去澎湖修食物 在现场跟我们分享 刚刚从澎湖回来的 是资深的旅游记者 陈淑玲 领玲 领玲刚刚跟我们说了一个 这个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去澎湖 真的很多人去澎湖 我们刚刚说到去澎湖 我们的这个YouTube上 立刻就有人说 哦我明天要去 哇我下礼拜要去 哇真的是让 童文姐好生羡慕啊 对错 我比较羡慕你 因为你已经回来了 而且你有赶上花火节 对对对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食物啊 其实收食物很辛苦 嗯 第一个技术 其实大家也就都 快要失传了 只剩下这个 这个匠师 几位匠师 还可以传授这个技术 第二个就是 因为地形跟时间的关系 一个月就只有两天的 大退潮 对不对 可以去修补 走进去 然后但是这两天呢 除了这个匠师 会到现场之外 渔民也都会到现场 这些食物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捞啊 超多的 其实虽然当时 我们想要去 是做修食物的 但是现场所有的人真的是被当地看到的可爱动物超级融化 嗯 对啊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走进去的时候 它是河豚吧 对对对 它是就很难的看到的好像叫做角箱河豚 哇哎呀大家赶快上YouTube看一下 大家赶快上YouTube看一下那个灵灵带回来的好可爱的照片 真的很可爱这个河豚 它它长得很不一样 就在石户里捞到的吗 对啊 它就出现在里面 它就游进来 然后又游不出去了 所以呢就被捞上来 对啊我们去的那一天刚好是就是大潮 因为那一天刚好是十五 农历十五 所以是退潮退得非常底 然后那一天父子也带我们进去看说 哇真的有很多很可爱的小生物 它留在石户里 哦它是什么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河豚 河豚吗 对对对 但品种太多了我记不住 刚刚你说那个叫角箱河豚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种河豚 看到了三种河豚 我怎么以为河豚会有刺啊 有啊它张开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种河豚 它张开的时候就会有刺 但是这两种没有 也应该有 那为什么拿在手上它没有张开刺刺你 我对它很好所以没有生气 哇想什么河豚啊 真的啦 是很其实它是很温顺的 我还有看过有人会养河豚 像有那种迷你河豚 对我有看过迷你河豚当宠物在养的 对对对对对 哇好可爱哦 但是我们也其实很怕河豚 对啊 但是他们就会说 其实你没有互相触怒的话 它是不会攻击的 所以你就是好好的很温柔的 放在手上对待它 没有乱捏它 然后它其实是不会伸出来 拍完就赶快放回去了 这一只是什么 无贼或软丝 软丝对对对 它呢它很特别 然后右边那一右边角落 其实就有我们比较平常看得到的 那个有刺的河豚 对对对右边那个 对对对 然后像这些都是 我直接用这样子近距离的拍 就可以看到的 这是蝴蝶虾 对 然后他们也说 你看你看这里还有这种彩色的虾 我就觉得哇 我现在是来生物探险 而且这个蝴蝶虾真的很漂亮 真的非常漂亮 它的颜色怎么这么鲜艳 对对对 颜色鲜艳的东西不是都有毒吗 没有毒吗 没有 它没有毒 对然后就是在现场的时候我也都一直忍耐 不要问说可不可以吃 可不可以吃到底 不好意思询问 好 觉得应该要抱持着一个正面的心情来看生物们 嗯 那这个呢 对 这个是小小的那个软丝 哦 这是baby 也好漂亮哦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小的时候是 很可爱的游在旁边这样缓缓缓缓的游动 真的超可爱的 他们小时候是透明的耶 对 对不对 然后长大之后才会变成 变颜色 各種不同的顏色 像剛剛我們看到是紅色圈紅 然後還有是如果補上來之後 它快要死亡之前 它會有顏色也會一整個轉變 對 所以卻是它很baby的狀態 還有看到蝴蝶 這個是獅子魚 對對對 這獅子魚 然後每一個其實 我們真的很少看到那種海底生物 所以看到的時候我都很震驚 所以平常這個我可以在這麼淺灘的地方就可以看到 因為像這些我們都是去水族館的時候看得到 對 因為都會抓到那個水族館的箱子 對對對沒錯 比較沒有在就是在針著海裡面看到 對對對 而且它 所以就是走過來就看著它在裡面游 這個你拍的時候它是在水裡嗎 在水裡 這是在水裡 好淺 好淺 很淺喔 然後它這個水呢 我如果踩在裡面 我自己的我身高是157 那當時退潮的狀態是到我的小腿肚而已 哇好淺喔 完全不會怕的那一個狀態 拍下來的 好漂亮 真的好漂亮喔 對對對 所以我都覺得 我現在是在上生物課嗎 這是鴻魚嗎 這個是厚 厚喔 對對厚厚厚厚厚 對對對 就是那個說古化石 然後底下很很很很很硬的殼對不對 對沒錯 可是它顏色好漂亮喔 對啊 就是也在可以在石戶這一些潮尖袋裡面 都可以看到這一些很可愛的 欸我覺得這個 這個比那個我們一般去什麼什麼 潮尖袋看的生物好看多了吧 你知道潮尖袋的那種生物很多都是類似 我覺得它們都長得比較像蟲蟲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海參的那種 就是潮尖袋你知道都小小的東西嗎 或者是小螃蟹啊等等的 我沒有很愛看那些 你剛才每次說 喔我們有潮尖袋的夜間觀測導覽 我都沒有什麼想要去看的 但是這個真的很特別 嗯嗯就是我這次去也才知道說 喔原來它大自然它真的是可以補到很多 而且它們是自己緩緩游進來 那剛剛看到漁民 它其實就會在這段期間 也走進海裡 那個時候算是海邊 然後就來撿這些 但它也不是全部撿 我那時候看我就說 那大哥你要撿哪一些 然後他就說 譬如說他就會撿河豚 可以拿去 可以去吃 對他們會處理的人 對然後像我們看到的那一家 他就說那這麼小的這種 你會 軟絲 對啊他就說不會啊 那個海都很小 讓他們游回去 欸那他們把他們放出去嗎 還是不用 就不用就是漲潮之後 他們自己會游出去了 就來這裡到此一遊 哈哈哈哈 長潮之後我就要回家囉 再見 只是在那裡休息一陣子 好可惡喔 對啊然後我就在那邊驚呼 可是大家就說 欸真正要開始來修食戶囉 喔對對對 忘記我來幹嘛了 我不是來觀察自然生態而已 可是就診斷其實最驚喜的時候 真的是 遇到可愛動物們的時候 真是驚呼連連 然後就覺得 我真的很像來到 就像你說是來到選主館 對對對 好那修食戶要怎麼修 你有體驗嗎 有有有但真的好累 好累 對啊就是他真的要修 簡單來說是 通常是要把石頭運到海邊 那我們那天去的時候是 那一口食戶 他其實算遺跡 還在那裡 所以他我們是循著 他最尾端 走到那個崩壞的 最尾端的戶堤去 然後要怎麼修呢 是用那個玄霧岩 每一顆都大概有 二三十公斤以上 那那個捆塞他自己拿的會更重 那我們只能用小小的 先把石頭 最大顆的玄武岩 堆在護蹄的兩邊 然後中間在 他們說填櫃 就是再把小的石頭填到中間去 然後最難的一個部分 是要用玄武岩 尖尖的石頭 拿那種尖的石頭 插進所有的縫隙 然後再用大石頭敲擊 讓 因為我們人要走在那個護蹄上 所以他要盡量讓他的表面 是工整的 這樣子的狀態 整體下來修的 等一下 所以你剛講到這個東西 完全是用石頭跟人力而已 對 沒錯 他不用任何的 他就是一個堆疊而已 對 其實就是用堆疊的方式 所以他不像我們什麼 蓋房子或什麼 你還要去弄 可能弄水泥 什麼去固定 完全沒有任何固定物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看到的那些石戶 它全部都是靠堆疊而已 對 它沒有用任何接著 完全沒有 而且不能接著 因為這個石頭跟石頭之間的緊密度 還要能夠讓水退的時候水流的出去 漲草的時候水流的進來 就是說它並不是真的一堵 一堵牆 對 它是中間有經過精密計算的縫隙的 天啊 對啊 然後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它最後那個 他們叫做修面 就是外面疊好 然後中間疊很多石頭之後 最上面 因為大家是要走在上面 他們去抓魚叫做巡護 對 巡邏的巡巡護 這個動作就是進去 護裡面看看有沒有魚 是要走過這個體進去的 所以你一定要讓它是好走的 對對對 沒錯 而且如果有可能 還沒有大退潮的狀態 你可能是走在有半石頭 半海水的狀態 所以那個面一定要修得好 等一下 可是那個面修 一般我們會覺得你拿去磨啊 可是它也沒有 不可以 對 它是用石頭敲石頭 天啊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上古時代的功夫 對對對 所以 而且那玄武岩真的很重 我們一般看到的石頭 玄武岩比 它的比重跟密度都是最高的吧 可能相較之下 對 然後光那一顆石頭 要把大石頭搬到旁邊去 我們只是搬一段小小 可能大概10公分 20公分 真的拿不動 所以他們是用石頭 推到那個繩子上面去 然後兩個人在一起 拉著石頭 把那個繩子這樣甩甩 甩進那個戶裡面 然後我覺得很厲害 是他們示範的時候 這樣甩就可以精準甩到 捆腮想要的位置去 我們根本連搬運都覺得困難 他們根本應該要去參加一下 什麼標槍啊 或者是鐵餅啊 可能都會得冠軍 可能會代表台灣那個 可以這個為國爭光啊 去搞一個奧運的什麼牌回來 太厲害了吧 可以精準的到那個 胎藥的位置 對 而且很有力 那麼重 真的很重 真的很重 哇 不容易啊 所以現在你說這個 他們其實是可以有一個公司 是帶著大家去體驗嗎 對對對 然後我進行的是 修實戶的修復者 當然如果沒有想要這麼累的話 還有初心者 就是可以進去看 用看的方式 然後你也可以遊在那個實戶裡面 哇 所以他們叫做離島出走 離島出走 對對對 澎湖離島出走 其實上網搜就可以搜得到嗎 有有然後也還是有夜間倒爛夜行走 哈哈 就我說很無聊的那個 對 沒做到 哈哈哈 對不起 我不知道有 所以剛剛講了一下 我覺得很無聊 沒關係沒關係 說不定也可以看得到 剛剛那些事物啊 對對對 所以這個澎湖的離島出走 他們現在 澎湖的返鄉青年 跟澎湖在地 都已經快要失傳的 這個修復實戶的 這個技術擁有者 降師 他們一起合作 當然除了是 真的在修復600多口的食戶之外 也希望可以讓外來 不是很了解這個食戶文化的朋友們 可以體驗一下 了解一下 那我覺得今天透過 凌琳的解說 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也讓大家明天後天 這個暑假 未來 帶小朋友去澎湖的時候 你可以跟小朋友講講食戶的故事 帶他們去看一看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同的 另類澎湖玩法 非常謝謝凌琳 你先聽到的是 蕭憶恩的歌曲 月光光心惶惶 本來想要請 李玉再跟我們講一下 在地私房美食 來不及了 但是我們廣告時間 凹他留下來講一下 所以想要聽 澎湖在地私房美食的 我們廣告繼續講 好全都一路 好的 叫加人 好 包裝 一定 好 像 宣插 夢 結